来关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 卫生总监洛西山宣布 今天再新增了84宗确诊病例 这是我国连续三天 新增病例维持在双位数 而全国目前累计5389宗的确诊病例 另外今天有一个人病逝 让国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89宗 而康复出院的人数今天有多达95人 让我国的治愈人数达到3197人 照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我国的新冠疫情是处在受到控制的范围内 但是卫西山就透露 从海外回国的大马人当中 一共有65个人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而当中包括了卫生部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 所发现的最新受感染群 一共有43个人受到感染 而他们都是从印尼坦伯拉回国的学生 目前这群学生已经在马六甲和吉隆坡 接受隔离治疗 我国再次出现新感染群 而这群学生是从印尼坦伯拉回国之后 证实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对于我国能够及时发现感染群 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 卫生总监诺西山强调 这证明政府实施的革离政策已经奏效 另外针对有人不满 中国医疗抗疫专家前来我国协助 诺西山在受访时表示 我国只是向前来的中国医疗专家 学习知识 让双方可以互相讨论分享抗疫经验 他们不来帮助我们治疗 因为病毒是新的病毒 所以有些人有经验 但他们有经验 他们有经验 两个重要是我们的 如果有经验 可能我们会继续用了 但如果没有经验 我们学习的 方法 他们没有经验 我们不要继续 请不吝点赞